望线 小看天色目看云 第十三集 阿英别太累了 阿湛怎么能让阿英在烈日下看书呢 蓝启仁的声音从院门口传来 父亲 叔父 世伯 几人向他们行礼道 蓝启仁走到魏英身边 为他探了探麦 再知道他的身体没一样道 最近身体怎么样 有没有乖乖的吃药啊 魏英道 爹爹放心 阿英有乖乖的吃药的 还有二哥哥在呢 你呀 蓝启仁宠宁的伸手点了点他额头 而蓝湛则是一脸不悦的看着自家舒服 魏英健壮把自家的手塞进他的手心里 蓝湛这才高兴起来 蓝西辰和聂怀桑已经见怪不怪了 而温若寒见蓝启仁这般模样 像是见鬼一般问道 清衡 刚刚那是启仁吗 他不会是被夺射了吧 清衡君还没说话就被蓝启仁道 你才被夺射了 来来来 我们俩聊聊你为何要伤阿英的 要不是有豹山前辈和蓝前辈的药 阿英都被你伤成什么样子 温若寒连忙道 我那不是因为阿晴被金家那小子伤了吗 去西辰住处时遇到 然后他啥都不说就向我挥掌 我只是下意识的 温若寒你的意思就是说阿英不懂事了 你压得伤了我还怪他 我告诉你这事 我跟你没完 蓝启仁道 而清衡君坐在一旁看着也不去帮忙 爹爹 我 阿英你站一边去 小心伤到你 魏英话还没说完就被蓝启仁推到清衡君身后 站着 然后继续和温若寒掰扯 大爹爹 爹爹他 魏英担忧道 阿英乖 你爹爹不会有事的 放心吧 来 让我瞧瞧阿英灵脉如何了 蓝站在听到自家父亲要为他的阿英探灵脉 心里有些紧张得不知所措 他担心阿英以后不能再修炼 阿英最近可有什么不适 清衡君问道 大爹爹 我最近感受到灵力又要突破了 丹田有时热热的 蓝锡尘和聂怀桑在听到魏英说灵力 丹田时愣住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的是魏英已经在六岁时就已经结丹了 他们只知道蓝站在七岁时结丹的 在魏英六岁时和蓝站七岁离开蓝室有一段时间 回来后只是对他们盗去了望献宗待了一段时间 加之魏英平时都是跟蓝站在一起 所以就没见过他用过灵力 最近要注意休息 阿湛莫要离开他身边 知道吗 清衡君道 是 父亲我知道了 蓝站道 在听到魏英的灵脉和丹田都无事时 他心里的石头落下了 但他的有一种不安的情绪总在心里挥之不去 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 蓝锡尘问道 父亲 阿英结丹了 清衡君看着他好像是白痴似的道 对啊 阿英和阿湛是同一天结丹的 阿英结丹时只有六岁 阿湛七岁 那为何平时我并未察觉到他的灵力波动啊 蓝锡尘认真道 清衡君道 那是阿英体内有抱山前辈的灵力封印着的 他这次回望县宗 除了学习心法 还有就是解除封印 蓝站在听到已经解除封印时 心疼地看了看魏英 魏英伸手拉了拉他的衣袖道 二哥哥 阿英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 就怕你为我担心 别难过了 好不好 你看阿英 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蓝站道 下不为例 二哥哥说过要保护你的 有什么都可以跟二哥哥说 不要自己去承受 要记住二哥哥永远在你身边 好 魏英道 蓝锡尘和聂怀桑今天才知道魏英已经结丹了 这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锡尘这位是 清衡君看着聂怀桑身后的人道 父亲 他是云梦江氏的大弟子江兰生 蓝锡尘道 随后就把他的事都告诉清衡君 在听完蓝锡尘和聂怀桑所说的事后他不由地皱了皱眉问江兰生 你几岁到的江氏 但又想到他如今不记得 好像是七八岁时到江氏的 江兰生道 清衡君还想再说什么事 沐雪和温情端着小吃出来 好了 你们两个都多大的人了 还吵啊 沐雪对蓝锡尘和温若寒道 凶嫂 你是不知道这家伙居然对阿英出手 蓝锡尘气呼呼道 你说什么 沐雪放下小吃道 蓝锡尘道 他前几天对阿英出手 温若寒 你竟敢伤阿英 你是不是欠收拾了 你不知道阿英身体不好吗 你还敢打伤他 这小吃你别吃了 说着将原本要递给温若寒的小吃拿过来了 温若寒愣住了 又听到沐雪道 你最好将你祁山温氏的宝贝拿来给我家阿英补补 不然我薅光你的头发 温若寒眼角抽了抽 无奈道 是 若寒谨遵蓝夫人旨意 蓝锡尘等人笑了 在大家用膳后 坐在那闲聊时 温若寒问道 阿英 你父亲和母亲 你还记得吗 魏英在听到这话时 就低下头去 这时蓝锡尘和沐雪大声道 温若寒 你压得找事呢 吓得蓝锡尘四人一哆嗦 不是 我 我是看他像星儿 才问的 温若寒解释道 父亲 你搞错了吧 你看看淮桑身边的那位江公子 温情道 温若寒文言看向江兰生才发现 他更像星儿 连忙道 孩子 你又肩上可有像月一般的胎记 对不对 温宗主如何知道 聂怀桑道 这是聂怀桑给江兰生换衣服时发现的 一下子所有人都盯着聂怀桑看 而江兰生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 聂怀桑连忙解释道 我 我 我之前帮他换衣服时发现的 怀桑 你知道他是 温情道 我心悦他 我知道你们不信 可是我在第一眼看见他时 就喜欢上他了 而且我也知道他是昆泽 我不介意他是什么身份 只因他是他 所以我心悦他 聂怀桑道 在面对聂怀桑的告白江兰生 心里是开心的 原来也有人这般疼爱我 被人这般珍惜 心里是甜的 怀桑你们两个的事等会再说 江公子 还请你将衣衫退下 温情道 江兰生也不扭捏 直接退去衣物 当看见那月胎记时 温若寒震惊到 将手去摸了胎记 温情连忙制止道 父亲 阿晴 真的是月 找到了 找到你的弟弟了 你娘亲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 温若寒道 兴儿 温若寒之妻 温朝 温情 温月之母 温情与温月是一卵龙凤胎 温情是姐姐 温月是弟弟 再一次温情他娘带着三岁的温情姐弟俩回娘家 在路上时被人截杀 温母当场就身云 温情被侍卫拼死送回祁山 而小儿子被侍卫护送时不知所踪 这些年温若寒一直在寻找小儿子 因思念过度导致长期闭关 温宗主你莫不是搞混了 我 在听到这样的事 江兰生有些吃不消 拉着聂怀桑道 怀桑哥哥我们走吧 我 温若寒见江兰生要走连忙道 孩子 我是你父亲啊 我 老温 你先让孩子冷静冷静 好吗 你这样会吓到孩子的 先给孩子一点时间缓缓 怀桑你先带兰生去休息 兰生没事的 沐雪道 怀桑先带兰生去休息了 告辞 说完 说完行礼后带着江兰生离开龙胆小柱 看着离开的江兰生温若寒也想跟着去 好了 温宗主 别看了已经走远了 要想知道是不是真的 滴血之法还会难到你吗 沐雪道 温若寒道 对呀 我咋把这事忘了 温若寒道 你呀 有时间去查查当年之事吧 沐雪道 再后来 温若寒也不闭关了 着手去调查当年之事 等看到手中的信息时 他想去干掉云梦那伟君子 江兰生任祖归宗后 正是叫温月 与涅槐桑定亲 献献娘与温情娘是堂姐妹 但温若寒是不知道的 听学的时光总是那么飞快的 转眼世家弟子来云深不知处六个月了 在此期间发生很多事 比如江兰生退出云梦江市 任祖归宗回齐山温市 与清和涅氏涅槐桑定亲 云梦江市以为齐山温市 会因为他们收养了温月而感激 可温若寒 怎么可能会放过他们呢 说起来温情的娘亲 会死也是因为她在回去的途中 看见了江丰年在追杀魏英的父母 而被追杀的 但没人知道三人的尸骨在哪 江丰年见温月的体质也是极好的 所以将她圈养在梨莲花雾不远的英城 并暗中安排人看守着 所以在她八岁时才将她带回莲花雾 可流浪过的她以为江丰年会给她带来温暖 却不想是另一个深渊 待她到江家时时时要压抑自己的修为 若不然就会被子殿抽打 贵祠堂 不管对与错受罚的都会是她 而江丰年和江雁离总会跟她说 让她稀释宁人 不要怪于子渊 温月却不再说什么 因为江雁离对她很好 总给她温暖 所以在她分化成昆泽时 想去告诉江雁离 她知道江雁离是前缘 想告诉她自己的心意 可还没等告诉她时 就听到江雁离和江丰年的话 父亲 阿黎将来的昆泽 只能在姑苏兰氏 兰陵金氏 齐山温氏这些世家中 嫡子或者嫡女出 不可能在江氏弟子中出 所以你就不要问待江兰生如何 我对她好 只不过是想让她死心塌地的辅佐江氏而已 阿黎你是江氏 未来少宗主 阿诚的性格做不了宗主之位 再听到这样的话 温月决定将昆泽的身份隐藏 伪装成前缘 信期快到时 她就出门夜列 在夜列中度过信期 所以江氏的人是不知道她分化成昆泽的 直到她回温室后 温若涵发布公告 告诉仙门百家后 江丰年和江雁离等人才知道 却已为时已晚了 下课后 江城在教场上教主 已经改回本性的温月 江兰生 你站住 你长本事了 居然勾搭上温室了 真不知道 你竟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你说说 你是不是用身体去换的呀 温月文言 身体不禁地颤抖了一下 这时 聂怀桑开口道 江少宗主早上起来 是没有漱口吗 口气这么臭 还有月儿 可是温室嫡子 可不是你想说就能说的 蓝氏的弟子 见情况不对 就去跑去找他们二公子和三公子 还有温室的人 怎么 江兰生这就不敢出声了 聂公子 这是我云梦的事 你没必要参与进来吧 江城道 笑话 月儿是我的未婚夫 我为何要闭嘴 难道就任由你欺负去了 别忘了 月儿现在不是你云梦的人了 你若想找氏 还请你考虑一下够不够格 毕竟齐山温氏和清河涅氏 不是你云梦江氏能惹的 聂怀桑摇着扇子道 哼 他不过是我江氏的一个家仆 一条狗 即使成了嫡子 也还是 只见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道灵力打飞出去 还是什么呀 江少宗主你可要给我说清楚哦 月儿可是我齐山温氏的嫡子 是我温朝的亲弟弟 温朝走过来 看着躺地上吐血的江城道 我弟弟在你们江氏受的罪 我会亲自去讨回的 江雁离将江城扶起对温朝道 温公子 我代阿诚向你道歉 他只是见多年的玩伴 一朝离开身边 不免有些生气 所以才口不择言的 口不择言 江姑娘 你心疼你弟弟 我明白 但月儿也是我的弟弟 我也心疼啊 月儿从小流落在外 好不容易回来 他是我温氏的宝 没人可以侮辱他 就算你们 是师兄弟也不行 温月看着温朝帮自己 对江氏的人 心里很是感动 聂怀桑拉着他的手道 阿月 别怕 以后有我们在你身边 不会让人伤到你 温月眼里蓄满了泪水 聂怀桑将他搂进怀里安慰道 小伞务 请不吝点赞 快按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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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